位在雲林的一家木材工廠 今天清晨五點多發生大火 附近民宅的住戶在睡夢當中 被驚醒 趕快逃生 另外在花蓮吉安鄉的一間 倉儲工廠也在深夜起火 上千坪的廠房 幾乎全部都被燒毀 雲林一家木材工廠 今天清晨五點多發生大火 工廠內到處都是毅然的木材 一下子千坪的廠房就陷入火海 火勢相當猛烈 消防隊趕緊出動人手支援 木材行它本來放置的東西 就是毅然的這個東西 所以一發生火災的時候 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還有一個就是它原來 它們裡面這個堆積木材 可能是堆積的太多了 造成整個都是 一下子就 整個都是一片的火海 附近民宅住戶在睡夢中 被驚醒 紛紛逃出屋外 有民眾趕緊把瓦斯桶搬離 生怕引起爆炸 很堅定 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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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勢逼近民宅有些逃出來的民眾 擔心的紅了雙眼 木材廠幾乎被燒光 廠房也趕緊用堆高機 將木材移到其他地方 避免助長火勢 大火燃燒將近兩個小時才熄滅 雖然沒有傷亡 但雲林消防局呼籲 天罡霧灶火災容易發生 民眾要多加注意 另外花蓮吉安鄉一間倉儲工廠 深夜發生大火 大批消防車前往支援 倉儲內除了放置瓦斯罐外 還有衛生紙等易燃物 大火燃燒得相當猛烈 連放在倉庫前的車輛也被燒掉 地上還有看到爆裂的瓦斯罐 火勢一直向旁邊燃燒 還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劃破夜空的寧靜 火勢經過一個半小時 才終於被控制住 而起火的原因 仍帶警方進一步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